哈囉大家好我是Sera 又回到美洲的近況更新美洲活動啦 這週已經來到8月底了 很快的文革華夏天就要結束了 一樣要把握夏天的時間 好好的出去玩一下 今天也有6個活動要跟大家分享哦 第一個活動是文革華台灣文化節 今年時間是在9月3號到9月5號 三天的時間 活動非常的多元 這三天的時間基本上從早到晚 都活動進行 就列舉幾項這個台灣文化節的活動給大家 在9月3號的晚上8點到9點半呢 會有來自台灣的原住民樂團 Ganado帶來的表演 Ganado在阿美族語言當中呢 是表示島嶼的意思 只有母語帶來島嶼的聲音 他們也已經在加拿大很多個城市有進行了演出 9月4號的晚上的8點到9點15分呢 在溫哥華的小劇院Annex呢 會有戰力喜劇的表演 是由台灣和委內瑞拉的戰力喜劇演員來做的表演 他們透過喜劇的方式來探索 國家獨立自我獨立等等的議題 門票是19元 記得先到官網上購票哦 9月4號的晚上7點半到10點呢 在溫哥華美術館前呢 會有來自溫哥華印尼社區帶來的傳統舞蹈表演 透過傳統的舞蹈和音樂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的故事 9月5號的5點到6點呢 一樣在溫哥華美術館前方呢會有一場交響樂團的表演 這場音樂表演的主題呢 是獨立的一天 你可以在樂曲中聽到耳熟能詳的 像是阿里山啊望春風等等的歌曲表演 除了在美術館前 還有在溫哥華小劇院的演出之外呢 在Granville Island呢也有一系列的展演 像是有來自爪哇的皮影戲表演 還有可以看到來自台灣的插畫家 鄭錦雯老師的繪畫 還有蠟染工作坊的手作體驗可以參加 所以這三天的活動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元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一定要去看一下他們的節目時間表 第二個活動呢是在8月31號的周三呢 下午4點到11點在Trawlake呢 會有一連串的表演演出 火舞秀啊雜技瑜伽就是結合了瑜伽和特技表演的一個瑜伽表演 還有呢傳統的舞蹈啊 極限走神運動還有冥想等等的演出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的周三呢 飯後不知道要去哪裡晃晃的話呢 就可以去Trawlake看看這些表演哦 第三個活動呢是日本祭典 9月3號到9月4號的早上11點一直到晚上的7點 這個日本祭典呢是在加拿大很大型的 而且也是一個非常適合家庭 帶著小朋友去參加的一個日本節日 今年夏天已經來到了第10年了 這個活動主要跟大家分享 日裔加拿大人和日本文化的一些歷史 現場還可以吃到日本的美食 像是鯛魚燒啊 鯛魚燒 石井燒啊 抹茶 清酒等等的都有 還有你可以玩一些在日本祭典可以玩到的一些遊戲 當然還有表演的演出 像是河氣道啊 龍道啊 空手道啊 沖繩的音樂表演啊 太古表演啊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日本文化的話呢 就不要錯過這兩天的時間哦 第四個活動呢是Koho Festival 活動時間是在9月11號 第一點是在西溫的Embrayside Park 這個活動通常是在每年秋天的9月 第二個禮拜天進行的 Koho Festival主要是要像從海洋 回到Kaplano River 產卵的這些銀鮭魚來致敬的一個活動 這個節日最重要一環就是鮭魚BBQ 所以你可以品嘗到這些鮭魚相關的美食 這個活動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呢 一年一度的Koho Run 是一個14公里的路跑活動 早上的9點呢 會從溫哥華的Casano沙灘開始 跑到Embrayside Park來做結尾 那如果你想要參加這個14公里的路跑活動的話呢 9月8號之前呢 都可以購買這個路跑的門票 那參賽人數呢 他們是有限制在600人內的 除了路跑之外呢 還有Koho Swing 也就是游泳的活動 有1.5公里和3公里的一個選擇 那主要是藉由游泳這項活動呢 模仿鮭魚和其他本土的鮭魚呢 數千年來的一個遷徙的模式 在9月8號之前呢 都是70元的加幣 當天也可以報名 但是他們一樣會有活動人數的限制 第五個活動呢 是來自拉斯維加斯的馬戲團表演 Circle Osorio Circus 那這個馬戲團 他們今年已經是第21年的演出了 從9月8號開始 一直到10月17號呢 會來到加拿大做巡迴的演出 會一路從東岸一直來到BC省的城市 許多的表演者 都是來自拉丁美洲國家的表演者 這個表演會非常的歡樂有趣 Circle Osorio 他是由一名馬戲團團長 夾技演員 其他的傳統馬戲團表演者的一個組合 所以呢 是不會有任何動物來做演出的 這個票價呢 他有找鳥票可以購買是20元的嘉幣 那一般的票價是25元 所以如果大家對馬戲團表演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去看看他們的表演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活動是 溫哥華科學館的一個特展 這個特展呢 是T-Rex霸王龍終極捕食者 Science Wars真的是蠻有趣的 小朋友去真的可以玩一個下午甚至到一整天 那科學館裡面這個常態展覽呢 他不只是展覽而已 大部分都是可以讓你互動的設施 所以呢 就連大人都會覺得很好玩的 非常多關於自然科學的知識 像我們那一天呢我們兩個大人就玩的很開心 然後大概在裡面逛了有兩個鐘頭左右 除此之外呢 還會有一些科學的實驗表演 小朋友在台下呢 真的會看得目不轉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溫哥華科學館呢 它其實是非營利的機構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科學和自然來認識這個世界 除了常態展覽之外呢 他們定期都會有特展 從今年的2月一直到明年的1月22號的特展呢 就是霸王龍終極捕食者這個特展 T-Rex就是霸王龍或者說是暴龍的剪血 那這個特展呢 可以讓你更認識霸王龍的家族 他們會透過真實大小的模型啊 還有真正的化石 讓你可以觸摸到這些真正的化石 那展覽裡呢 你也可以聽到用聲音混合器模擬的霸王龍的聲音 而且會透過螢幕投射出巨大的霸王龍 會非常的有臨場感 很多小朋友們都會在前面跟這個霸王龍做互動 那這裡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霸王龍的小知識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霸王龍可以用大約7800磅的力量咬人 相當於三輛汽車的重量 還有呢霸王龍的視力非常的好 他的眼睛非常的大 就像柳城一樣 是陸地動物中眼睛最大的動物 而且他看的距離比其他的恐龍都還要遠 霸王龍他其實在小的時候呢身上被絨毛覆蓋著 有點像是火雞 成年的霸王龍呢大多都是被鳞片覆蓋著的 有T-Rex的大腿骨和人類的大腿骨來做對照 你就會知道他們真的有多龐大 而且裡面呢都會有工作人員就可以問他們關於這個特展的相關的知識 那我覺得小朋友真的都玩的蠻開心的 而且現場呢我覺得真的可以吸收到蠻多知識的 非常寓教於樂的一個地方說了這麼多 當然要來送大家門票啦 今天呢要送出大家四張的科學館Science World的門票 大家只要留言告訴我 你想去科學館看霸王龍專題展覽就可以來抽獎囉 那一樣呢會在下週二的時候在留言欄公布 大家記得要回來看一下你有沒有抽這種門票囉 那今天的活動呢就是這些啦 希望大家對這些活動都有興趣都會想要去參加啦 最後又來到了閒聊時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暑假要過完的感覺呢 應該不是說暑假應該說是這個夏天 那我們上週花了一整週的時間都待在Sunshine Coast 非常適合度假的景點 而且離溫哥華又不遠 搭船大概40分鐘左右就到了 那我們每天呢其實就是去海邊玩玩水啊 然後滑滑船去走走步道啊 這次我們就是找了朋友們一起去呆了一週 其實真的還蠻喜歡就是在一個地方呆上一週 慢慢去享受當地的生活 下午才出門玩個兩三個鐘頭回家 然後大家一起煮飯啊 然後就這樣度過了一天很輕鬆不敢行程旅遊方式 我們的朋友們應該不會覺得行程很趕吧 當然呢也有拍了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次的旅程 就請大家敬請期待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一樣要祝大家都平靜安健健康康的啦 那我們就下下週見囉 掰掰 對了下下週呢我們又要去另外一個地方了 最近應該會在IG上公布一下我們下個行程要去哪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